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简单实现了一下 模板中标签的一个替换 给大家留了一个小作业 把其他的像for each 包括像我们的if也替换成功 那接着我们可以 同学们在做的时候呢 也可以参照着这个来做 看一下自己是否写成功了 那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 改变模板中的标签的时候 我们写过这样一个匹配模式 那下面呢 看到我又写了一个像 匹配模板中的for each 包括我们的loop 以及我们的if else if 这样一些常用的效果 我们已经给大家写出了 这样一个匹配模式 那相应的替换规则呢 在这里也给大家写出来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 带着大家来测试一下 那可以看到在这 这是在我们编译文件中 多出的这一块 接着在我们的模板文件中 我们有多了一个内容 看到这一块 多了一个 从数组中将变量导入到当前的符号表 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先把它删掉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新建了一个 test买TPL1 在这里面呢 许可变量这一块已经会了 接着我们许可一个数组 可以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 在test1中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for each 写了这样一个标签 来便利我们许可过来的数组 来测试一下这个效果 接着if这一块呢 我们先删掉 好 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for each是否可以 这是我打印的这个值 首先先不看上面的这一块 看这一块 看到我们许可过来的数组 已经便利成功了 接着再看一下编译文件 看一下产生的编译文件 已经把这个模板文件中的 这个for each 变量名称 变成了我们PARP识别的 这个for each循环 你看到便利这个数组 得到了件名和件值 这样一个效果 包括你写的loop 效果也是一样的 简单的实现了一下这个for each 那再往下再来看一下 我们想实现一下if 这两块也不要 先看这个测试一下if else 包括else if都可以 那接着在这个匹配模式中 我们也匹配了一下 和if else if相关的 这样一个 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接着替换之后 也写好了 来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我们再把它删掉 接着在这里边 我许可了一个变量 username是king 如果是king的话 我们应该输出 你好king 否则呢 是你好others 那现在看一下 应该输出你好king 接着看是否可以 再运行 else if 但是出现的是你好others 为什么呢 接着我们可以来找到 我们的编译文件 你明明已经许可了 一个什么呀 username过去 但你许可之后 这个值保存到哪里了 是不是保存到 我们这个dollar list value这个属性中 它是不是现在是一个书组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来打印一下 printr dollar list value 接着再看下面这一块 把你写的刚才这个模板文件中的 if dollar username 等于等于king 这种形式 它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呢 变成了if 表达式 这个没问题 但是这个username 这个变量现在有值吗 我们也可以在这来打印一下 vdump一下 dollar username 好 再来刷新 首先在这一块看 这个数组 array 我的网页标题 接着传过来一个数组 userinfo array username等等 又传过来一个单独的 username是king 没问题 你看你许可过来的变量 都保存到这个value属性中 这样一个数组 那再往下 在这里打印这个username变量的时候 你发现它是一个now 此时是不是没有取到这个值啊 没有取到这个变量的值 那变量的值在哪呢 是不是在这个数组中呢 所以说此时我们需要通过 在我们的模板文件中 通过我们的extract 从数组中将变量导入到 当前的符号表 也就是把刚才看到的这个数组 value中的这个值 关联数组 把里边的件名 变成我们的变量名 那值呢 就是我们这个建值 有了它之后你再来看 重新的把它删掉 加了这样一句话之后 功能就可以实现了 应该出现的是 你好king 你看到出现的是你好king 没问题 测试成功 包括else if也可以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来一个hr if if 到了a等于等于1 我们echo 我们写上一行一 接着 else if 到了a等于等于2 三个2 再写else if 到了a等于等于3 最后再来一个else 好 斜线的f 试验一下 再许可一个a过来 23 a对应的值是一个2 应该出现一行2 接着再把它删掉 看一下是否可以 删心 出现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编译文件 就知道问题在哪 if 到了a等于等于 接着一行1 else if 一行2 接着再else if 一行3 else一行4 看一下 在这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是不是少了我们的结束的 花口号 这个乐号坚果号 那接着我们找到else if 这一块 else if 这一块 替换成什么呢 这是第123456 第6个 123456 是不是少写了一个问号 监管号 没问题 把它加上之后再重新来运行 这一次就正确了 刷新 出现一行2 没问题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编译文件 最终 都是把它 编译成我们P2P认识的一个代码 你看到 写我们的P2P代码 什么意思呢 可以写这样 你说像在模板中写个P2P代码 得到一下当前的日期时间 你可以 echo一个 date y-m-d 接着当前的时间车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让我们这个模板支持我们原生的P2P代码这种形式 我们就可以通过在这加一个配置 看上面又多了一块 是否支持原生的P2P代码 那接着默认的是不支持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配置参数中 在我们的模板的配置参数中 你可以在这儿设置是否支持 如果说你想支持的话 可以把它开启 也就是可以在模板中写原来的P2P代码 包括我们的函数啊等等都可以 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在用它的时候 动态的来设置 设置这个属性 你可以在这儿来 如果加上一个默认的不支持 我们再加一个 P2P的turn 默认是一个false 是否支持P2P原生代码 那接着如果你想不支持的话 我们在这儿又加了一个规则 看下边 判断一下这个值 是否为处 如果为处的话代表支持 如果为false的话代表不支持 那不支持的话 我们在这儿动态的 像我们这个匹配模式中 添加了一个 在它的元素开始的位置上 加了一个 把这个P2P代码 用实体来替换掉 也就是把我们的坚果号问号 P2P这一块 用实体替换掉就可以 好 那接着来试验一下 你看到默认的是不支持的 接着我们用的时候 第一次也不传 这是在做测试的时候 我传的 那接着你再看 在这里边我们就写了这样一个内容 想得到一下当前的年月日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把它删掉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看到这一块 是不是原生的就输出了 对吧 那这个坚果号问号和P2P 应该挨在一起 我们这一块稍微改一下 坚果号问号P2P 好 没问题 重新再来 好 稍息 你看到 是不是原样的就给你输出出来了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在这最后这一块 是不是把这个坚果号 用我们的暗的符号小于号 LT这个实体来替换掉了 对 那接着 如果你想支持这个原生的代码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配置用它的时候 加上这样一个选项 支持 写上一个P2P的turn 开启 这个开关就可以 处 代表支持 那接着你再重新来 试验一下 扎心 我们看一下 没有出现 再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编译场的代码 它是不是还是给替换掉了 对吧 那证明这一块没有生效 P2P的turn 是 出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 默认的是关掉的 接着我们打印一下 看打印的信息 这一块是不是 我们在这写的时候 用新来的 拼上 之后的 这是我们默认的 对吧 默认的话 现在你把它给关掉了 我们把它位置颠倒一下 ARRAY CONFIGURE 传过来的 应该覆盖之前的 我们可以通过ARRAY MERGE来实现 到了LACE掉 ARRAY的CONFIGURE 和我们传过来的 如果你要传过来的 应该把之前的给覆盖掉就可以 好 没问题 再来试验一下 那现在你看到 已经得到了 这个P2Pturn 这个开关 开启了 开启之后 就支持我们原生的代码 得到了当前的年 月 日 这样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实现的 第二个 又加了一个小功能 那其他的呢 和我们之前的差不多 就是写了一些 这样的匹配模式 这样的一些匹配模式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 照着这个 我的代码 来实现一下 看看你在写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面临的下个问题呢 就是你看到 当我模板内容改了的时候 我们不能每次都手动的 把我们的这个编译文件 删掉之后 再来运行 这样很麻烦 应该你的数据变了 或者说我们模板中的内容变了 它自动的重新来生成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缓存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现这样两块内容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